大家好,我是何宇,欢迎收看文明史话 今天我们聊一聊毁灭人类文明的大洪水 到底存不存在 其实在全世界的文明中都有过大洪水的传说 圣经里是罗亚方舟的故事 马亚人有一本流传下来的《波波五经》中也提到 天神因为人类的恶行降下洪水 印度的恒河文明中说 一个苦行僧在恒河中沐浴的时候救了一条鱼 这条鱼告诉他洪水即将来临 后来在洪水中存活下来的苦行僧 创造了整个印度文明 在中国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大雨治水的故事 这个故事又和铝蛙补天的故事是相关的 铝蛙为什么补天呢 因为水神和火神打仗 水神战败后愤怒地撞倒了支撑天空的柱子 布州山 于是天壳上的水倾泻而下 引发了洪水 实质上 铝蛙补天的行为与大雨治水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苏美尔文明 其实也有着和挪亚方舟类似的记载 文字是刻在烧字的陶土片上的 主要说的是 苏美尔的神创造了五个城市的文明 之后 这些文明堕落了 神决定要将洪水惩罚他们 但有一个神 同情一个名叫热苏德拉的国王 因为这个国王虔诚的信仰神 后来天降了七天七夜的风暴和洪水 因为这个热苏德拉有神明的保护 就有惊无险地度过了灾难 于是 热苏德拉成了下一期苏美尔文明的始祖 为什么不同的文明 不同的种族 都有大洪水的记载 而且大洪水都是突然降临 让人措手不及 没办法逃脱 那时 各个文明的语言不通 也没有信息全球化的可能 就不存在抄袭的问题 那么这种突发性的洪水 是真的吗 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所有上面的这些传说 都没有提洪水发生的确切时间 唯一一个确定洪水发生时间的传说 是柏拉图留下的 柏拉图是2000多年前希腊的哲学家 在他写的提马乌斯和克里迪亚斯 这两本书里提到 海洋之神波赛东 创造了亚特兰蒂斯 他把整个王国分为十份 让自己的十个儿子管理 这十个领导人相互独立 但又相互制约 他们每五六年 到国家中央的波赛东神殿 开一次大会 商讨权力的分配 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的联邦体制 根据柏拉图的描述 亚特兰蒂斯非常发达和富有 人们建造了金碧辉煌的宫殿 神庙即使用的神坛 神殿内部用金银黄铜和象牙装饰 神像都是用黄金打造的 而且这个联邦国家还拥有庞大的军队 能驾驭一万辆战车和一千两百艘战船 可以随时抵御强敌 这么发达的文明是怎么毁灭的呢 同样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地震和洪水 书上说当人们道德沦丧以后 他们的行为激怒了天神 众神之王宙斯把地震与洪水降临到亚特兰蒂斯 终结了一切 亚特兰蒂斯在二十四小时内消失了 这场灾难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柏拉图说是梭伦之前九千年 梭伦是公元前六百年的古希腊政治家 梭伦前九千年就是具现在一万一千六百年前 亚特兰蒂斯在哪里呢 柏拉图说在赫克利斯柱西边的岛屿上 就是直布罗陀海峡西边的大西洋上 也有人叫它大西洲 我们今天想探讨的问题就是 一万一千六百年前 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灾变性的大洪水 地震 最终导致某些文明在短时间彻底毁灭呢 按照现在地质学家对冰川的了解 两万六千五百年到两万年前 地球上的冰川是现在的两倍 覆盖了地球上百分之二十五的陆地 随着冰川的融化 到七千年前 全球的海平面上涨了一百二十五米 很多陆地被海水淹没 如果这种冰川融化 海水上涨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那么就不会有灾难的发生 因为以前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居民 会有充分的时间 搬迁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我们上面提到的各种灾难性洪水 发生的必要条件 就是有大量的冰水 在短时间倾泻到人类居住的文明中心 那么一万一千六百年前 是不是有这种快速溶冰事件发生呢 还真是有 根据现在的研究结果 学界普遍认为 有百分之五十的冰川 是分三次快速融化掉的 发生的时间分别是在 一万五千到一万四千年前 一万两千到一万一千年前 以及八千到七千年前 这个时间段 就和一些大洪水传说的时间 能吻合上了 亚特兰蒂斯和苏美尔的灾变 似乎都发生在 一万两千到一万一千年 这个时间段里 那么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个叫切萨雷·埃米尼亚尼的 意大利教授 提出了冰坝理论 这个理论简单说 就是快速融化的冰水 在冰盖下 形成一个巨大的冰壶 冰化掉的越多 冰盖就越来越薄 最终冰盖扛不住冰水的压力 就出现溃坝 积累了几千立方公里的冰水 瞬间获得自由 狂泻而出 那个世人可想而知 足够摧毁掉一个大型城市 据说 现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地貌 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说起来 和三峡大坝蓄水是一个原理 只不过 人造大坝可以人工泄洪 但冰坝却是不可控制的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约翰·肖教授 是全球研究冰川灾变性融化的领头羊 他提出的理论和冰坝理论相似 也有一个蓄水过程 不过 他把这个蓄水过程比喻成抽水马桶 当水蓄到最高位 按下阀门 水就从下面流出去了 只不过 这个马桶是个巨无霸 相当于安大略湖的水量 在四天之内就都流到海里了 如果所有的冰川都是这样融化的 那真是全球性的洪灾啊 像上海 布鲁塞尔 哥本哈根 伦敦 这种高于海平面 20名以内的文明中心 四天之内就被水淹没了 冰川融化在不同的地貌 也会产生不同的效应 在平原上 冰水流过的地方 会产生一种叫达姆林的地貌 就是一些弹形小丘 这些小丘 在迎着冰水流动的地方 形成很陡峭的土石结构 对水流造成阻力 有这些小丘出现的地方 水流就被裁生得很高 几十米 甚至几百米高的波风 都可能出现 在山地 融化的冰川水流 从高处 向低处倾泻 还会产生一种冰川波 类似于雪崩 简单地说 就是放大和叠加的效应 比如登山运动员 在攀登中末朗马峰的时候 掉落下一只鞋子 可能就会引起一场 超级大的雪崩 在一九五八年 就发生过这种冰川波 阿拉斯加的利土亚湾 有大约四千万立方米的 冰和岩石 在水泵中倾泻而下 下降九百米后 倒入海湾 冰川波 在陆地上呼啸地 传递了大约一公里多 速度达到每小时两百公里 所过之处 所有的东西都被摧毁殆尽 这个冰川波 直到撞上陡峭的冰波 还慢慢平静下来 这样的冰川波 如果是从靠近亚特兰蒂斯的 芬兰斯甘迪拉维亚大冰盖 呼啸尔来 宽度可以达到四十到六十多公里 在进入海洋后 就会转变成海啸 那破坏力是不可想象的 什么样的城市都可以摧毁的 我们总结一下上面的理论 快速融化的冰川 可以造成类似三峡大坝溃坝 那样的大洪水 洪峰可以高达几十米 甚至几百米 再加上类似雪崩的效应 在进入海洋时会引发海啸 那么在溶冰过程中 发生突如其来的洪水的可能性 非常高 另一方面 大量的冰川消失 地壳就要改变 海水多了 海底的表面就要下沉 陆地受冰川的压力小了 陆地就要抬升 这种区域性的拉扯 就可能造成地壳沿层带断裂 就会引发地震 或者是火山喷发 大家知道的 地壳运动活跃的地方 通常火山和地震活动就比较频繁 比如日本 美国的洛杉矶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说冰川的快速融化 是可以在局部 甚至全球引发大洪水和地震的 现在我们来设想一下 亚特兰蒂斯的灾变情况 亚特兰蒂斯正好处在大西洋上 塞尔特克路架的边缘 位置最低的部位 塞尔特克路架 在芬兰斯坎迪纳维亚 冰盖的前端 正好是泄洪的边缘 冰盖溃坝后 倾泻而出的冰水 在从高向低的运动中 产生了雪崩效应 在进入海洋的时候 吹声了海啸 同时地壳变形产生地震 这样在洪水 海啸 地震的打击下 亚特兰蒂斯 在24小时内消失 是完全说得通的 因为高速洪流的冲击 城市建筑被吹火的恐怕连瓦力都不剩了 如果幸运 有可能会发现一些石头建筑的残片吧 我们再看看苏美尔文明记载的大洪水 苏美尔的洪水传说没有地震的记录 只是说七天七夜的风暴和洪水 苏美尔人生活在现在的波斯湾沿岸和赫尔木兹海峡以内的地区 16400年前 赫尔木兹海峡以内都是陆地 到10600年前 海峡以内的地区大部分已经被海水淹没了 到4800年后 波斯湾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了 如果那五个城市是修筑在赫尔木兹海峡以内的海湾地区 那么他们很可能是在12000年到11000年前某磁冰酸迅速融化中毁灭的 关于大洪水的记录 柏拉图还写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他在提马乌斯的对话录里写道 现在这些文明都是从什么也没有的情况下重新建立起来的 周期性的洪水毁灭了一个又一个的文明 只留下一些不识字和不懂文化的人 那么新的文明只能从无知中开始 你们就像小孩子一样 不知道九元以前发生了什么 你们只记得一次大洪水 然而大洪水却不是一次 是啊 大洪水不止一次 文明也不止一次 谢谢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